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好 瞧 神舟任我行 哇 神舟任我行 终于完成了 师兄 三年了 整整三年了 是啊 三年了 回想起来呀 还真是不容易呀 哎 师兄 这里头怎么没提名字呢 提名 我看 呦 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给忘了呢 那来来 来 有了 李树桃花春艺农 柳暗斜阳小东风 李斌刘玉蓉 哎 师兄 我看 李树桃花春艺农 柳暗斜阳孝东风 李斌刘玉蓉 哇 师兄 写得好 是啊 这样啊 咱们就可以交付使命了 咱们就可以交付使命了 是 师父 师父 师父这儿还有一件任务要交给你 你就随我来吧 还有啊 那 那这神舟任我行呢 放心吧 有你师兄在 没问题的 那这 赶紧随师来吧 哦 哎 对了师兄 那这就交给你了 我得先忙去了 就交给你了啊 哎 行 放心吧 这事就包我身上 你先忙去吧啊 哎 各位 你们都瞧见了 这儿呀 就是凌云仙台 草树茂梅 鸟语花香 这神仙世界的景色呀 就有一个字 美 咱们师兄妹二人啊 跟着师父 那是一边学习一边做事 刚才你们也都看到了 我那小师妹戎儿呀 又跟着师父出去 看来 还得忙上一阵子咯 哦 对了 你们看 这神舟任我行里头写的呀 就是咱们师兄妹二人 奉师父之命 穿梭过去 回到号称神舟的古中国 见证在这历史上 发生的一出出精彩大戏呀 哎 各位或许会想说 咱们人是怎么回到那过去的呢 这个呀 就要说到咱们 凌云仙台里头的一样法器 这个法器呀 今天说来就来了 你们瞧啊 这就是凌云仙台里头的 第一法器 浩天静 裁凤双环 神鹰展翅 他呀 可是拥有通天的法力 只要一声召唤 便能照应出任意失控 穿梭过去 穿梭未来呀 哎 这三年来呢 就是靠着他 带着我们 来来往往 走在神舟大地上 看尽了无数英雄豪杰的风采 目睹着一朝又一代的 圣半兴衰 啊 对了 师父还说呀 要让我们把这神舟任我行 带到未来的人世间去 永久流传 让未来的人呢 能够知道这神舟大地 历史上发生的真正内涵呢 哎 不过 怎么该用什么方法 让大伙更清楚的知道 这里头他说些什么呢 嗯 哎 既然这书都已经写成了 倒不如我来给他说上那么几回 嗯 好 就这么定了